HELLO 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再來一集塔可夫吧 那我說的這個節目也不會是什麼固定 反正我有看到好像可以分享的 我就會稍微分享一下 今天我們來逛一下麗嬌橋 這張地圖就是一個交流到下面的大商場 然後這張地圖其實剛上手的時候還蠻危險 我自己覺得蠻難上手的 因為交戰的地點都相當中長距離以上 你可以看到這進來的地下停車場 進來之後就其實要小心可能會隨時出現的人 我在這邊也被陰死很多次 但這張地圖出身點位我也沒有記到那麼熟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在這種影片跟你們分享什麼 我知道就講 不知道就算了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次的塔可夫日常吧 今天這個任務我是來標記那個 微型客車吧 就是要標記小客車的任務 在麗嬌橋這邊 那我已經標完兩個了 所以我這次來是來標最後這一個在停車場的 沒記錯在C區那邊 但是地下停車場實在是地形有點小複雜 我還沒有記到那麼熟 因為地下停車場的路線比較繁雜一點 那我拿的槍跟裝備 坦白說沒有很好 我甲都穿四級甲 槍的話就拿最多的真的是AK系列 這所謂新手槍的部分 當然現在版本AUG也是很好用 只是我比較少拿 我拿出去的AUG好像都沒有開到幾發槍就去了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進來之後呢 我先找個地方蹲一下 那你也可以注意到我的槍上是有這個紅外線的 雖然它是紫色的啦 紫外線 只是有一個小小的瞄準點 不知道影片看不看清楚啊 總之有 這個是為了我在近距離的時候 可以比較好的攻擊 因為有這個雷子氣的話 打起來是比較容易一點 不用憑感覺 憑肌肉記憶去瞄準 喔 我聽到一個腳步聲 我聽起來在左邊 他的聲音有時候怪怪的 我聽在左邊喔 所以我就決定 喔 我看到人了 你就看到前面有人 牌拳自動 他看了我一下結果沒開槍 可能太黑了 麗嬌橋這張地圖真的很黑喔 我不要確定你們在影片中看到 會不會覺得超級黑 那總之 確認一下沒什麼情況之後 看一下這個人 結果發現是一等的玩家 他上面好像還寫什麼 台灣 所以感覺是個台灣玩家 那我很抱歉 我看到他突然看了我一眼 不知道是沒看清楚還怎麼樣 他第一時間沒有開槍 那他包包還不錯 所以我就收一收吧 身上的 裝備 我看了好像也 沒什麼好拿的 就算了 我就不拿他的東西了 就包包拿走就好了 因為那包包比我的身上好一點 好啦 那 那我們一開始進來就有 宰到一個 算是一等玩家啦 所以也沒什麼收穫就是了 我也沒有在這邊有殺人任務 我們就繼續往 任務地點走 那基本上我走這邊是錯的啦 任務地點在我的後面 就是那個洞 前面不是有個小破洞嗎 其實要往那邊走才對 對那我說了 因為地圖沒有到那麼熟悉 所以我以為這個口是 就是另 就是這邊原本有一個口 就是在那個口那邊沒錯 但是我發現我在那個口的另一邊 那我搞錯地方了 那如果要認這個地方的話 我發現你就是看牆壁上 有沒有寫那個 英文的字母 如果你有寫ABCD的話 就是在正門那一區吧 沒有寫的話 就在後門那一區 那路過箱子就 都撿一下吧 路邊 停車場也是會有一些什麼 武器箱 裝備箱 你這個 都可以選擇拿一下 盡量都不跑步喔 我們就慢慢摸 我們來說塔科夫你SOLO自己玩是還蠻 蛤 蠻可怕的 隨時有人會把你陰死喔 他比那個 我們之前玩那些地下城的遊戲來講 他還是更加的 壓迫感更高一點 但他死掉的裝備雖然是會全噴光 可是賺錢速度其實也算是快 那死掉的 剝奪感到也不會真的非常強 雖然還是很不爽 但是 呃 確認沒什麼人 我就大跑一下 然後往前走 注意一下有沒有人出現 探點 確認一下彈藥 我們盡量還是讓彈匣全滿的 所以我這邊換一個子彈 然後裝一下 壓一下子彈 那我現在打了BT彈阿 比較好取得一點點 這陣子叫步步為隱 慢慢摸慢慢看 聽到有槍聲 不過離的有點遠 所以跟我們應該沒什麼關係 然後我發現這個斜坡了 因為我們的任務點就在這個斜坡 的對面 所以我這邊斜坡是上不去的 然後我在想說前面是不是有 路可以上去 但沒有 但當下我是不知道的 後來查地圖才知道 進步聽一下聲音阿 我剛前面有個人 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對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但總之他好像 停在那邊沒有在動 那我當然就不客氣的 一發收了他 一樣先排個點 把每個點都看一下 查一下點 沒有問題 我們就撿他屍體 是一個33等的玩家 OK 身上的槍還不錯吧 還行阿 AK105喔 假什麼的都滿OK的 那我們把我們身上保險的 丟在地上 因為這樣子 總之 我們可以拿他身上裝備 然後之後保險的會再回來 他幾乎也沒撿什麼東西 對 那應該是出來沒多久 不太確定他是掛網的還是斷線的 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有肉我們當然就收下的吧 看一下他什麼子彈阿 PP彈 然後決定把他的彈匣帶走 因為剛好我的 AK也是用這個彈匣 我就不拆彈了 就把他的彈匣都拿到身上 剩下就沒什麼了 我們就 這樣子吧 我們把身上的裝備都換一輪 然後把一些狗牌放到我的 安全箱裡面 確保他不會掉 這些狗牌滿有用的 價值比較高 畢竟狗牌你要殺玩家才有 而且食物等以上的狗牌才有用 OK然後我就過來看了一下我發現這邊是死路 一樣 我習慣走一走之後會 稍微停下來然後聽的聲音 確認一下附近沒有東西 我們再來做移動 然後就發現這邊沒有路了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回去喔 那現在這個情況是怎樣 就是 我已經殺了兩個玩家 不管他高等或低等 反正我殺了兩個玩家 那既然在這附近殺了兩個玩家 你基本上在這個區域 在遇到玩家的機率 理論上是變低的 這個方向的玩家 理論上 你會遇到的話 機率會變得滿低的 所以 有時候你就可以選擇 比較大膽的移動 或者是跑步 那我說塔克夫 是什麼都有可能 所以 能盡量走安全的點 我們還是盡量走安全的點 像這種有岩體的地方 盡量還是走在有岩體的部分 前前後後看一下 立交橋的交戰距離都非常的遠 這邊的話你不帶背徑是幾乎沒有辦法打架的 帶那種紅點 一背徑 你在這個地圖 應該是蠻吃別的 那因為我玩的 應該說我遊玩的風格 不會像一些大佬玩家 打得非常激進 一直跑 一直打 然後看到人就秒掉 我的遊玩風格 可能比較像老鼠一點 對就是 呵 我打得比較保守 你可以看到我在 玩塔克夫的時候 其實 我不會選擇太激進的打法 當然必須對槍的時候 我還是會對槍 但我不太會那種 直接衝去跟加大對槍的那種 拉轉角的時候也是稍微進步拉一下 然後我發現 我這時候就發現 我在那個洞的旁邊 我看到那台黃色的車 那是這個任務其中一輛車 然後我就聽到前面有槍聲 所以我捕捉到一個訊號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個訊息 前面有玩家 但聽不出來在上面還是在同一層 那我們一樣就一般走路過去就好了 空曠的地方進步太危險了 但跑步又怕四周圍聽到我的聲音 所以我選擇用走的 有沒有聽到很多 劈哩趴拉的槍聲 還有一個scat 比較好聲音 或者是玩家 我才確定 總之那個叫聲 通常是scat 武器箱 如果拿一下 我們確定右前方 剛剛那個位置有槍聲 這邊有個馬達可以引蓋我們的腳步 馬達聲蠻吵的 我們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前面有手電筒 有沒有看到手電筒 這邊晃有沒有 那傢伙有開手電筒 然後我看到上面有人走下來 他把他打死 所以我確定有個玩家 所以走下來的應該是scat 然後他剛剛開手電筒的那個動作 讓我發現那個地方有人 所以我決定在這邊架一下槍 因為他打死這個scat 大部分玩家會選擇去撿 因為這個位置不算難撿 而且他剛剛殺死這個scat 他會很想去撿他 人家手電筒還亮 我發現有一個人跑過去 我在確認他們到底有多少人 我只看到一個 但是 這遊戲組隊的玩家非常多 我又跑過去 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優勢的位置 來了 他決定要兩個人 我這時候在猶豫要不要開槍 但我還是開槍 然後我看到他後面那個隊友 往後面跑走了 那他第一時間沒有往我這邊看過來 理論上他可能沒有聽清楚位置 因為我的槍有消音器 而且這邊有馬達的聲音 所以我在這邊稍微的等等 我在等到底他會不會去撿他隊友的屍體 有聽到一些槍聲 有聽到scat的聲音 但我沒有聽到什麼腳步聲 我們把紅點關掉 然後拉出去再看一下他有沒有在撿他隊友的東西 應該是組隊玩家 剛剛被我打死的玩家躺在那邊 剛剛被我打死的玩家躺在那邊 跟scat躺在一起 跟scat躺在一起 稍微的等一下 塔克夫這個遊戲 很長時候會這樣蹲點 當然有可能是我的玩法 有些人很不喜歡蹲點 但我不是 一定我不是每一場都會這樣蹲 就 有必要蹲我就蹲 有必要打我就打 也不會刻意找一個點就蹲在那邊 一直要當老六陰人 因為沒什麼意義那也不好玩 就你一直歸在同一個地方 想要陰人的話 這件事情在塔克夫裡面 你可以這麼做 但你不一定每次都有收穫 那我這邊是在排查說 因為現在是什麼情況 他隊友死掉 那正常如果你是組隊玩家 你應該會找一個看得到他屍體的地方架槍 那我這邊是試圖隱蔽我的訊息 就是我的聲音我的位置我把它隱蔽起來 然後我去瞄準他的隊友的屍體 我在期待他會去 檢查他隊友的屍體 但是等了很久沒有什麼動靜 可是你要知道塔克夫的玩家也是多數非常有耐心 我們不能這麼的急迫 有時候我急迫了反而就非常倒楣 看一下我的撤離點 我應該是要從鐵路撤離點走 拉電站那邊有人拉電 但我沒有那個安全屋的鑰匙 所以我也不用從那邊撤離 左邊看一下 右邊看一下 發現 似乎沒有任何動靜 我們再回去看一下 一樣沒有 沒有人在動他的屍體 有 那我其實來做任務的 我要標記的車就在他屍體後面那一條路 有一台 小客車還是小客車吧 一台小巴士 標記一下 我就可以撤離了 那我們有點耐心 看來是 沒什麼動靜 這個時候我就在考慮了 我要繼續等嗎 這時候就進入一個心理戰了 你有可能只是在跟空氣決鬥而已 因為你在自己嚇自己 卡克夫玩久了 你都會覺得空氣都會殺你 你會覺得四周圍都有人 那我覺得再等下去 好像也不是什麼辦法 我決定到左邊這邊查一下點 看一下他有沒有進步到左邊 因為他第一時間沒有掌握到我的位置 我想我進步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 拉過來到這車旁邊 我趴下來 我看到那個以為是他開手電筒 那看起來應該只是地板的反光 應該不是手電筒 其實趴下來聲音也蠻大的 可是我覺得這距離他應該聽不到 稍微的在 看兩眼 看來是 沒有看到什麼動靜 然後確認一下我現在是全自動狀態嗎 因為拿這種背進槍 有時候我是 單發全自動會切來切去的 在塔克夫裡面是有意義的 大部分你打遠距離 如果開全自動 你沒有 按的沒有很好的話 就是開火的頻率沒有掌握好 會很飄 而且我拿的槍挺爛的 這種槍我 這把槍我真的用很久 這把槍用到那久都掉到快要七十幾了 這把槍是我全新狀態用到現在 他就算死掉也會被人家 就別人也不想撿 我就用這把槍一路打到現在 坦白說 用習慣的槍可能 我用起來可能還沒什麼問題吧 有時候拿一些比較強的槍我還打不習慣 而且我這個鏡也蠻爛的 但我自己看習慣嗎 好吧 這邊看了兩眼我覺得好像 沒什麼動靜 我先吃個食物吧 塔科夫吃吃喝喝之旅 每個場中央駕槍駕酒的人會餓的 拿個豌豆罐頭吃一下 然後再讓我確認最後一次 我覺得他隊友不會這麼有耐心 因為有可能他會叫他先撤離 畢竟他不知道我的位子 我再查一下點 然後決定走出去看一下 千萬不要讓自己停下來 我們就跑過去吧 大跑過去 如果被爆頭就算了 這遊戲就這樣 如果你在走路中被爆頭 你就只能當自己衰 但大部分情況下 你走路被爆頭的話 我都覺得是外掛 而且我也確實檢舉過很多外掛 看距離啦 有時候很遠的距離 你真的跑步被爆頭 那真的太困難了 尤其你只聽到一聲槍聲的時候 他一發把你爆頭就不太合理 跑過來 確認一下 左邊右邊 似乎沒有什麼動靜 開紅點 探一下點 理論上我製造這麼多聲音 他應該隊友要有動靜 但他隊友沒有任何的反應 代表他可能已經離開現場了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 自己嚇自己嚇了蠻久的 不過說真的就是結果論 塔克夫這個遊戲 結果論 你要是不架槍呢 你直接衝過去被打死 那不就衰的就是你 OK我們要標記的 車就在這裡 不過他任務系統有點怪怪的 但是為什麼另一側都不能標記 所以我決定 我走到另一側才可以標 有沒有 這裡 標記 塔克夫很多這個任務 就是你拿那個指示器 然後標記一個東西 你就在旁邊待30秒 那這個時候就比較緊張一點 不過還好因為他標記的保護範圍 應該蠻遠的 我沒有脫離過這個範圍過 後方 後方在基站 應該是樓上 因為立交橋大部分的 打架點可能都會在樓上 那停車場是真的在路過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看到會被陰死 OK完成了 那我們當然不能錯過 打死的那個玩家身上 到底有什麼 我們一定要去舔一下屍體 好 因為其實身上很滿 我就先不撿那個箱子 看一下 這個斜坡上去會到那個商場裡面 我想說我趴著撿他屍體 但是這個死的位置實在太刁鑽了 我決定蹲著好了 看一下 36等的玩家 身上帶SV98跟MV53 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來解什麼任務 喔 包包蠻多東西的 看一下有什麼 肉乾 豌豆 有一個 SCAV身上拿的蛋挂 蛋挂甲 這個 記得應該是 這個我也不想拿 因為我也沒空間 我不想拿這個東西 其實我可以把身上一些 不值錢的東西丟掉 但 我聽到有人在跑步 這個感覺是SCAV 那個跑步方式 就是你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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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突然停下來 然後刷一下聲音 刷一下地板 高概率是SCAV 所以 我們再繼續的拿他身上的東西 然後他帶的那個耳機我也不想拿 但那耳機我聽不習慣 最後一格我們看一下是什麼 所以 這人身上 沒什麼太多好東西 這感覺也是進來沒多久 然後就 進來這邊 要上去然後被我打死 這巨一步槍 我把他的鏡拆下來吧 這個鏡蠻貴的 這鏡可以拿起來 然後MP153 我已經不想再拿了 之前解那個毛帽任務 我已經拿到害怕了 OK 感覺是沒什麼料了 就這樣吧 看一下確認一下 這個 塔克夫是 需要實時確認這個方位 我聽到跑步聲 我不知道到時候影片出來 你們聽得到他的腳步聲的上下關係嗎 其實有時候塔克夫還蠻難聽出來 他到底是在上還是在下 我知道人在跑步 我知道方向 但我不知道他在上面那一層還是下面那一層 我要再確認一下 這方向感 你知道我也很容易迷路了 哈哈 那個方向感不太好 然後我看一下發電站的黑車應該被坐走了 那側離點變紅色了 我沒理解錯的話 那側離點變成紅色 代表那個側離點應該是失效了 所以 我們應該可以選擇 那側離了 那今天塔克夫的影片 就差不多分享到這邊吧 其實 我這些塔克夫影片 你說你要像上次那種 玩起來有比較多交戰的影片 坦白說我自己的玩法風格上 可能不會遇到太多這種場 因為你們如果有在看塔克夫影片 通常都是看那種精華擊殺 或者是一些那種激烈的槍戰 可是對我來講塔克夫 不是一個讓我玩這種遊戲的地方 我玩塔克夫風格 我講了我比較保守 我覺得塔克夫 能活著出去 比打死多少玩家更顯得重要 如果你打算玩這個遊戲 或者是你玩過這個遊戲 然後你突然不玩 當然一直在玩這個遊戲的人也非常多 我隨便殺死幾個玩家 時數都是破千小時 什麼一千小時兩千小時我都遇過 也有死在我手上 這遊戲你經驗多 當然你打起來會比較隨心所欲一點 就像你知道 地圖的位置什麼的 喔這邊我還會再遇到幾個SCAP 我們就順手清掉就好了 通常立交橋在這個地方 就不太容易被攻擊了 那是理論上 有時候商場裡面的人 還是會出來打你 那這些SCAP就不撿了 因為 身上通常沒什麼好東西 而且太危險了 這個營地都會有一些SCAP 我就 不太撿了 怕太危險了 好啦那 其實我還想問一下就是 不知道各位看到這個影片 就是塔克夫這樣的影片 你們 會想看嗎 因為 比較像是日常的一些對局分享 就如果我錄影 然後 玩的時候過程中 我覺得有一些比較 可以分享一下的 過程 可能就會想要分享一下給各位 就分享一下 對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就是 塔克夫我也覺得 沒什麼能太多教學的東西 如果塔克夫 你的槍法夠好 剩下的你就是熟地圖而已 你說什麼路線 最佳路線 怎麼樣怎麼樣的 那個真的 你玩久了 你經驗有了 你知道地圖的結構了 你自然知道怎麼樣去跑那些地圖 那也不需要我來教 而且資料也夠多了 總之今天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吧 那我們希望 這個塔克夫影片 如果還有一定的觀看量 有再遇到一些 值得分享的對局 我還是會再做一些 來跟各位 分享分享 好不好 那就這樣吧 喜歡這影片記得點讚支持喔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 陶利塔克夫 一些日常或是 精彩的影片 我就這樣 下個影片再見了 掰掰 謝謝